桃園區新埔里的南通社區 过去被称为500户社区 也是一个国宅社区 随着时代变迁 停车需求大增 新埔里长经过几年的协调 将把五幅13街的公有地 打造成停车场 预计7月动工 这块地 现在目前就是给占有户在种菜 还有一些是炸草重生的 还有一些临时占有的在停车 所以这样非常的乱就对了 所以在沟通跟协调之下 目前是给他预定时间 是在6月23来做一个清除 如果在这个6月23号还没清除 我会请这个施工单位 把它视为废弃物来把它清除掉 然后从7月1号来正式施工 完工之后就会有30个社会左右 来供这些乡亲里面来使用 南通社区的土地所属关系复杂 当初建设时口头承诺 买屋也包含街道土地 但实际产权却只有房屋本身 有许多机灵地被住户占用 导致争取停车场用地时纠纷不断 五福十三街会在23号完成地上屋整理 将会划设30格停车位 这边真的是停车需求很大 因为这个就是老旧社区 就是以前年代所兴建的这种巷弄非常的狭小 像变排停车啊 人行道停车啊 巷子几乎是停摩摩车 或是车子也停在上面 真的是造成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社区 所以这些旗邻地从今天开始可以 陆陆续续来开放 我相信以后每块旗邻地来开放之后 让这些所有的居民 得到所停车的便利性就增加了很多 李章表示 五福十三街完成后会以此为范本 逐步将旗邻地整理出来 做公有停车空间 疏解社区狭小巷弄的停车问题 让居住环境再提升 记者赖伟一桃源报道